逃不开退役发布节奏三届奥运夺物金26岁的她,曾被网友许为女神一名运动员,在24岁的年龄选择退役,是否让人觉得可惜,但若是一名女子跳水运动员,能够坚持到24岁,已经实属不易。 2006年,14岁的陈若林便在跳水世界杯,摘得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金牌,2008北京奥运,她与刀了十米跳台,单人及双人项目两枚金牌,2012伦敦奥运,她蝉联这两枚金牌,2016伦敦奥运会,陈若林再次摘得女子双人十米台金牌,2016年10月19日,陈若林殷商在微博上宣布退役, 昨日,陈若林亮相武汉跳水世界杯中国队的训练馆,接受按摩,从照片中可以看到,26岁的陈若林已经开始发福,曾经,退役后的陈若林换上了休闲装,让不少网友惊呼为女神,即便是去年吴敏夏大婚,中国男族战胜韩国队后,与于大宝晒同款首饰,那时的陈若林依然苗条,看到最新的照片,有网友展开, 真是胖若两人啊,当年的丑小鸭,退役后变成了凤凰,如今,也没逃得过退役就发福的节奏,也有网友表示,退役后,就该放松一下,只要自己开心就好,退役后的陈若林, 终于过上了常人的生活,在人大公共管理学专业就读了陈若林,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,陈若林曾表示,留学生公寓韩国人多,我就入乡随俗,吃韩国料理,如果不叫爱,卖,我就自己吃泡面, 其实,2010年,18岁的陈若林便遇到了身体发育的问题,为此,他甚至长达四年不吃晚饭,不吃任何零食。